还在我面前大吼大叫 当时我妈是被人堵死的 到底谁干的 都死了这么能量的 分头草比人都高 谁管啊 想拿我 来来来 这儿 眼镜 你放开我儿子 不再问一遍 到底是谁干的 我怎么知道啊 当年你妈那房间 只有爸能进去啊 爸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妈当年确实孕育了 我也很难过呀 子清 你妈在天有梁 肯定也不想看到你 胡作非为了 可是奶娘告诉我 我妈根本就不是什么一言说 是被人吓得害死的 她一个老东西整天崩崩癫癫的 你管她胡说什么呀 子清为她妈妈讨个说话 有什么错 既然是有蹊跷 就要查个水落石出 老婆 我扯话说在前面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说话啊 你都已经被我凶了 而且结婚三年我都没碰你一家 你该不会是 饥渴难耐 趁我不在家跟这个野董勾他什么 什么 还有这种事 就当我白白浪费了三年 我三年的时间 就都为了狗了 文胖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 对吧 是我白白浪费了三年跟你这一 无事处的人在 要是我早点遇见什么孩子 我们叶家也就不是三个家族了 看见你就来气 够了 我妈到底怎么死 叶子清 你妈都死了快十年了 你要怎么知道 下去问你妈呢 子清啊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 你妈是孕育耳中 你这孩子平时都挺老实的 怎么说话就不听呢 奶娘跟我说 我妈就是被夏朵堵死的 当年的房间只有你能进 爸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你这个废物什么意思呀 你妈死得早 但是她的命数 反而后来怪你爸呢 你才 我看你是没完啊 不容忽 放开我 叶天宇 我警告你 我的人你少惹 今天这笔账我记上 子清和他妈妈的事情 我一定会查明真相 给他们一个交代 慕容宝 我警告你 你再这么嘚瑟 我让你离不开江南市 上一个这么跟我说的人 已经去非猪蛙梅了 怎么 你想吃吃 你个废物 天宇都给你离婚了 你还有脸 跑我们叶家来闹事 你看我不打你 叶夫人 你真是为老不尊啊 一字两字就够了 再这样胡来 别怪我不念旧情 慕容宝 你敢打我妈 你们叶家人给我听好 子清的奶妈 我会风光下葬 你们要再赶过来 我绝不轻饶 这 真是家门不幸啊 一个野主 一个疯子 这叶家迟早要被他们害死的 妈 是不是还有如寒吗 对对对 还有如寒吗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如寒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吧 他前段时间 还说要给我介绍项目呢 那 那行 那对啊 你赶紧给如寒打电话 你可以一定的好不好 抓住如寒 那咱们家就飞黄腾达了 说到这儿 我差点忘了 慕容室家最近在江南市 成立的新公司 顶天集团 他们好像在北城有一个项目 最近一直在找合作伙伴 哎 那慕容家 不就是如寒家吗 哎 你赶紧给我打电话 等拿下北城项目 说不定啊 我们叶家就能身为二游家族了 当年你爷爷毕竹立刻说了 谁要能让我们家身为二游家族 那遗产就归谁啊 好 我这就去 哎 小哥 我妈的事 还是我自己解决吧 不要麻烦你 怎么会麻烦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子歇你放心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都要还你个真相 给你妈妈讨个说法 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叶家毕竟是大活人家 我担心他们对你不利 我不怕叶家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我十岁那年贪玩 好的仓库 遭遇火灾 你还记不记得 你当年救过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是你 那 我的玉佩呢 我记得我当年给她了 那是我妈妈之前的病情信物 真的是你啊 我当年就是那个小女孩 我还以为她已经 子歇 三年前 我错把叶天宇当成了你 嫁给了她 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放心子歇 我以后会好好保护你的 我一个大男人哪需要你保护我 你见到叶家三年也受苦了 叶家是个是非之地 有担心的没有找你妈 子歇 我不怕 你放心 只要是你小样了 我都会给你 你跟我来 小凤 你带我来顶天集团干嘛呀 我听说 这里是江南慕容家的大公司 我们还是走吧 我奶娘的后事 你奶娘的后事 我已经安排好了 子歇 我要给你个惊喜 大 慕容小姐 叶先生 你 慕容管家 你好你好 你好 叶先生 客气了 这是顶天集团总裁任命书 您过目一下 总裁 给我的 不错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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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不行了 我就是一个酒店的服务员 我 怎么能让我干这个 行 给你就拿着 总裁现在位置空缺着 慕容管家又这么信任你 你就试试吧 我就是一个酒店的服务员 怎么能当总裁呢 你别忙 子歇 二十几年了 你忍心吞声 还是没得到叶家的认可啊 还有你妈妈的事情 当年的真相 你不想知道吗 我 子歇 只有让自己强大起来 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那些他们夺走的 你多让他们加倍補好回来 叶先生 我调查过 你学的是工商企业 因为不得已的原因才会退学 这总裁的位置呀 可是你千才能逢的好机会 慕容管家 感谢您这么信任我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好 那三天后上任吧 好好准备一下 最近顶天集团在北城会有个项目 正在面向全家男士招合作伙伴 见识就交给你 好 我已经取了衣服 那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您加油 小枫 谢谢你啊 不过 慕容管家 怎么 那个慕容管家 就是卖我个面子 你这么有能力 那个奶娘的事情你不是要处理吗 我们走吧 走 天宇啊 顶天北城这个项目 一定要拿下来 要是把这个项目拿下了 我们叶家就飞黄同拿了呀 是啊 儿子 我们叶家庞气多 当年啊 你爷爷在遗嘱里可说了 只要谁能帮让叶家 升任为二流家族 那谁就继承叶家的遗产 只要你能让下北城的项目 那我们叶家自然儿子就容身了呀 爸 妈 你们放心 这次北城项目 我真买你得 哎 儒含那边怎么样了 儒含呀 现在是我们家的柜子 你一定要牢牢抓住他 儒雅不用怎么回事 好久没联系他了 这儒含 是不是还在为上次 孟孟在酒店闹事的事 生气了呢 我也不知道呀 天女啊 顶天北城这个贸易大厦的小 可是个小伯母呀 全城人都在争执着心 要是没有孟孟小女的帮忙 就凭我们叶家的 你真的恐怕 写破的 爸 你放心 我一定拿下儒含 拿下我的座 哎 爸妈 儒含给我打电话了 哦 儒含电话 哦那好 你们聊 我就不打扰了 让开 不是我说呀 这老东西都死了 还要这些垃圾的吗 这些都是我奶娘的遗物 不是垃圾 说话客气的 哟 哟 不得了呀 我们叶家养个叶狗 都咬人了 你 你干嘛